來自台灣移民家庭的戴琪 出席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提名聽證會 她本人和不少議員都聚焦對華貿易 她又強調特朗普政府和中方達成的首階段貿易協議 仍然有效 中方應該進手 我們與中國有的合約是我們有的合約 中國必須承諾發展 日前已宣誓就任的農業部長 曾經在奧巴馬政府出任同一職務的維爾什克 同一項傳媒說 中國似乎仍然有遵守貿易協議 但強調兩國關係複雜 情況很容易生變 中方在協議中承諾 今年向美方增加採購 195億美元農產品 有線電視記者來健身不到